經常說在哪裏跌低,哪裏起身 所以今天早上有三個嘉賓 全部都在之前參與比賽曾經被淘汰 但在最後搞選手比賽 就是敗者重生戰,Loser Reborn 比賽裡面 再一次發放光芒,獲得重生的機會 所以接下來將會去到韓國特訓 之後再希望你們將訓練的成果 帶回香港再展示給大家看 所以今天早上我們請了三位嘉賓 先有羅啟聰,Kiss 然後還有Jason,蔡康佑 另外還有Neil,范浩賢,早安 Hello,大家好,早安 其實三位之前都是在比賽下選的選手 然後收到節目監製張建聲 勝哥打電話來跟你們聊 有沒有興趣 當然他跟你們聊的時候 都了解大家最近的狀況是怎樣 記得當時三位收到這個電話 然後約出來聊的時候 記得當時大家在經歷怎樣的狀況 或者收到電話的時候的感覺是怎樣 我讓Kiss說一下 我當時其實是 剛剛在準備跟學校討論怎樣繼續教書 當時已經教書 是的,然後突然收到這個訊息 然後就說不妙了 剛剛還答應了校長 規定每個星期教多少課 本身已經設定好預算了 是的 不過最近在這個比賽期間 其實都安排了一些私人的教學 現在正在調整 但是當時始終收到電話 勝哥就問有沒有興趣參加 Loser Reborn 敗者重生戰這個比賽的時候 對於Kiss來說 那個掙扎或者要思考的空間 其實多不多? 還是無類積決的一個決定? 其實都很多的 因為我這幾年為生活都拼搏了不少 要重新安排一個儲備去玩比賽 因為玩比賽不同於以前小時候 以前小時候想想 希望什麼都不管 有夢想先衝 但現在玩過那麼多次比賽 發現做藝人玩比賽 是要有儲備去玩的 都要有投資的 整套上說 是的 時間都是投資 是的 所以這方面令Kiss在初頭有些考慮 都有的 其實我當時張健昇來到找我的時候 我都掙扎了一段時間 在想 我跟他說不如轉做幕後算吧 因為我都鋪了一條路 打算做多一些歌 寧願幫你做production的東西 是的 但到最後張健昇始終希望你真的在幕前 以幕前損失的形式去幫到他們的手 是的 也感謝他鼓勵我 當然 阿星哥就透過Molly 照常找了很多不同的選手 除了Kiss 還有張昇 還有Jason Jason 他當時找你的時候 你當時在處理什麼狀況 我拒絕了 我真的拒絕了 我覺得 我這幾年一直在想 其實我是否有夢想 其實我沒有 你有餐飲 餐飲是夢想 我可以是其中一個人做的事 但其實問回我 其實我是否有夢想 我是一個不是很競技性的人 在比賽上 我是很享受玩音樂的過程 也有兩位跟我同組一起玩過 無論是以前和之前的比賽 和現在都是 我自己覺得我是否有夢想 其實那一刻我是拒絕了兩三次 因為他不肯簽單 簽單是否一個重要元素 也是的 可能是的 當刻 也不是的 因為其實 有很多東西堆在我的生活裡面 是很有趣的 我覺得別人覺得我有夢想 星哥會覺得 其實我覺得你很適合這件事 我覺得你不做很浪費 我覺得你的夢想在這裡 但其實我就想起 我沒有這麼想過 我打算玩而已 其實我沒有夢想 所以也多多轉轉 星哥也跟我聊了很久 我跟Moly單獨聊了好幾次 我都在想玩不玩 我說玩 我就全力投入 所以很享受比賽的進程 也非常幸運 我想不到自己的機會成為那八個 但當你決定玩的時候 又看似Kiss 都要經歷了好一段時間的掙扎 是不是真的要玩 我要放棄多少東西才可以 開始進行這個 這麼用時間 還有用心力的比賽 一玩 我就很少退太回頭 我是真的 我是 真的不做 我回工作 我現在是做投資 但我是回工作 背著一個袋子 有雙皮靴在一個袋子 然後來換衣服 就練舞 就算今早我也是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年紀我追求的未必是全力 雖然對於表演是全力 但在我作為一個 都快三十歲的年輕人來說 我需要在不同的領域都要努力 這件事也覺得是一個很令我投入的興趣 即是一邊檢查股價 一邊看著重演 兩邊同樣兼顧 都是新的一種能力開發 都熱愛 最重要是找到熱愛 然後順勢而行 阿尼呢 記得當初阿星哥找你的時候 你當初的第一刻的反應是怎樣 我記得他找我應該是下午 我真的在家在趕交歌詞 然後就在寫東西 然後就講起我有個比賽 然後大概就講了 我也是找回當年裏面的人回來玩 我覺得有趣的位置就是找回一些已經認識的人 如果是重新找一批不認識的人 可能就要再磨合 其實當年的比賽最有趣的 不是在乎誰贏還是什麼 而是那團夥一起做事 就是大家一起 其實就算來到現在這個比賽也是一樣 大家都不是要爭誰贏誰輸的位置 只是最重要就是做了一個大家喜歡的表演 或者是放了一些時間下去之後 希望有個成果讓人看到 所以我覺得也很吸引 好像又見到你當朋友聚集 然後就搞一場大龍鳳 搞一場 那這場大龍鳳不小的 因為經歷了不少時間 起碼只看集數也有二十集 你想一下你們拍的時間 當然不是二十個一個小時 或者四十分鐘那麼短 但是阿尼就說到他當刻 其實一聽到這個邀請 覺得很有才會很上市 但也有沒有跟Jason 或者Kish一樣 都要想一想 會是我參與的 始終當然我理解阿尼 本身自己在右台有些主持工作 也做一些音樂production 那這方面要放下 或者要付出多些時間去處理比賽的東西 你要放棄的東西是多不多 我想是夾過程度是有點難的 因為始終你一個選手節目 其實就尤其是平時都沒有什麼 但是一旦要錄影前那個星期 你已經預料你全都給了他時間 那就是要就去程度 起碼錄影的位置是知道的 但是這個節目又很有趣 不知為何會經常遇到一些延誤 就會令到我們有些麻煩 例如之前打風那天 明明說錄影 然後十個風球還是八個風球 好像八個風球 八個風球 總之就是要延遲了 八個風球都要延遲了 一個開廠是我們的比賽日 所以也要聯絡一下評審等等 那些時間都是比較難立刻決定 反而是本身沒有什麼結束 但是一去到有東西撞了 這些再改 那些時間就怕會撞 但是你說沒有去到很掙扎 但是要配合 幸好一向這些位置都是自己做的 那就容易一些調整 即是自己管理自己 是的 記得一答應了參加比賽 第一次見面 當然我也經歷過一些 看到一些分組的階段 分組階段是自由化一些 大家去選擇分組 但是記得大家比遲 第一次見面 都試隔了好一段時間 而各自都有不同工作的時候 當時大家見面的時候 那個心態好像是 都有一種 很久沒見的心態 還是不是的 很快就像比賽那種競爭的心態 我先問Kid 我很興奮 因為很久沒見大家 其實到現在 去到比賽現在這個階段 其實是 你說 想起當時是很興奮 但是現在是有些少許沉重 因為始終比賽是比賽 有很多兄弟是沒有一起去到的 即是你說如果20個都大家去到 我覺得這件事是簡單很多 即是真是Gathering 多些 那現在的心情是又進入了 有些少許比賽的階段 沉重一些 是的 但是當然了 現在有八個一起去的話 是開心的 還有覺得這件事 也是很難得的機會 因為真的沒有試過 在比賽裏面這樣去跨洋過海 去訓練 我都很期待 始終是有一個競逐的元素 所以大家都出盡力 Jason呢 Jason剛才都已經透露了少許 其實我自己從來都不是太特別喜歡鬥 不是太特別喜歡比賽 我都是享受音樂而已 那一見到大家 是不是真的那種罪疚心態 或者那種心情回來了 一開始是的 大家出來好像開派對 但是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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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慢慢好像入局的時候 我也是一個很遲才入局的人 是的 那時候 我跟Anil好像是 我跟你們第一回合一早 大家都很貪心 不知道為什麼 那你們是很輕鬆的 喝醉酒都可以上台 假裝喝醉而已 沒有喝醉 你假裝而已 我沒有喝醉 我真的喝醉了 那些 是的 我覺得 我很享受那個氣氛的節奏 譬如這個節目 在最後三個月的時候 我就算這三個月不是在練習 或者在比賽 我個人都會很享受那個時間 譬如練完了 走了回家等車 那我等車的時候 都會很開心 不知道為什麼 我去到那個 你認為我是一個 遊場隔期 我都在隔期裡面 總是寄託不一樣 寄託 在自己身邊的 不是作為數字 可能更加多音樂 又讓你們可以發揮多些 去量度點 因為以前經常 量度點是一個 既折磨 但又享受的東西 是的 很享受創作 因為創作過程本身 就是要搞盡腦汁 沒有那個艱苦的東西 是不會有好的東西 也提醒我 無論做任何事情 都要有這個階段 太舒服去做 未必是太過有好的結果 即是有些緊迫的 繼續迫一迫 迫出真功夫 或者迫出好功課 這節目之後 安排了一班老師 去幫大家做 也有哲學儀 也有天佑 遇到Master Mike 還有Rap 還有跳舞老師 Drama老師等等 你也覺得 安排了一些不同的堂 精讀堂 給大家上課的時候 哪些堂 或者哪些課 對你來說 是特別有學習 學到一些新的東西 我想Rap那堂 真的 Master Mike Rap那堂 真的試了很多新的東西 因為本身是寫歌詞 但是寫Rap詞 和寫歌詞 其實是不同的玩法 當我以為自己 能處理一件事的時候 原來是類似的東西 但是當你要再掌握 又有另外一套的理論 或者哲學在裡面 然後那位說 好啊 然後去到下一回合的比賽的時候 我那一組就真的全組到Rap 起碼全組到每人有一段Rap 馬上用得著 是的 既然都試了 不如 我上一回合 上一回合的 我們整組人都比較開放一些 然後就說 既然都學了 不如試試放下去 然後就放下去 但其實我被Master Mike看過 就說 你們可以再做好一點 但是我們的時間有點緊 我們改一點 Master Mike 他不習慣這種比賽節奏 他們不瞭解他們 他們不瞭解你比賽節奏 他們就說 當然寫得很酸 大家都徵一求徵 希望寫得好才出街 但是你們比賽節奏 就沒得等的 還有就算我們的腦想到 那些Rap 詞想到 但是我們的口味 沒有準備好 去唱 那些彈出來的速度 那些32分 那些32分 所以這方面 Nio就覺得 跟Master Mike上這一課 就特別有得著 Kiss呢? Kiss在跟很多老師當中 我自己覺得 Guddy那一課是很棒的 他在教很多Vio 唱舞音 唱開嘴的那方面 我都領不了很多東西 其實自己本身都有 其實教過唱歌的 其實同一個比賽裡面 阿管旭之前都是跟我學唱歌 那感覺很尷尬 其實跟那個學生一起跟那個老師 但是在當中自己的感覺 覺得在裡面 我都跟管旭說 我不再做你的老師了 我做學生好一點 可能大家不跟老師的門牌不一樣 就是大家學的那些 source 都有點不一樣 其實大家領回的東西 都有點不同 我會發現 Guddy老師教的東西 是再轉化得更加細緻一點 我自己都很想有機會再跟他 這樣去學多些東西 因為他在教那個 耶耶阿阿那個 就是他在口型不同的轉 那裡 有一點點位置我忽略了 那我就 其實對唱歌和發聲那個研究 都在這麼多年 就是跟芳樹良裡面 都研究了不少 如果再更 就是世界真的很大 就是你遇到不同的老師 甚至乎我以前 曾經去過內地韓國 比賽的時候 都跟一些聲樂老師都接觸過 就是研究過很多嘴的訓練 想不到回到香港 是遇到Guddy老師 又是另一個 就是在短短一個試堂中間 已經是學到東西 那我就覺得都很感恩 就是她的不願意 現在的師兄 這就是她很詳ны 她的確訓